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國民健康署就曾經提醒喝酒容易臉紅 心跳加快 頭痛 頭暈 耳吐 宿醉 要小心酒精不耐症 甚至會大幅提高罹患癌症的機率 臺灣人因為先天遺傳 基因缺乏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七 竟然是全球第一 比鄰近的日本百分之三十 韓國百分之二十都高出許多 更有罹患風險 如果應酬無法推遲必須喝酒 營養師建議怎麼喝比較不傷身 避免空腹 建議說喝酒之前可以先吃一點東西 可能像是這個含有優質的肉類 然後或者是搭配一些蔬菜和水果 那另外補充主量的維生素B在幫助酒精代謝的話也十分的重要 不適合喝酒那就以茶代酒 與生俱來的基因多喝也改變不了 華視新聞黃沛華張俊慧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謝謝這位 我呢 啊 嗯 我們的